歌手节目线冲突,汪峰叫板华晨宇,直言,我忍你很久了。 歌手开播以来每一期都是正能量满满,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场关于音乐的盛宴,而这也是一场音乐大咖的实力碰撞。 而就在昨天,节目似乎出了点歌手之间的小叫针。 我们知道这个节目自打开始以来就是各种实力唱将开始大玩取风,而且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各有各的看点。 在前面时间段实力,杰石姐的强劲实力成了我们最热门的讨论话题。 而在随着杰石姐的热点退去,我们一直还在关注着二大新老实力唱将,一个是华晨与另一个是汪峰。 就是昨天的节目中两人在各自的音乐领域里面大展拳脚,一场音乐节目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各自的观点与对音乐的认真。 节目开始,汪峰在昨天的舞台上唱了一首自己的原创等待,而这一首歌是他在二十年前唱给自己的。 强劲的歌喉与实力尽显的舞台实力着实是让我们听得很入神。 而鬼才唱将华晨与还是保持着自己的独立音乐创作风采,一首山海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才华音乐人的实力。 我们知道华晨与是改编王子,任何歌曲在自己的曲风下都是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他的唱法与音乐风格。 而在节目的后台,汪峰对于自己的唱法有着一点不满意的地方,总觉得可以唱得再好一些。 对于他这个想法与多次的回录华晨与这个职场子直言这是节目的现场,不能太叫真儿,应该保持一种随心的玩法与心态。 。 而汪峰则在自己的音乐领域与观点上与华晨与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也表示了非常有力的反对意见,指出华晨与是在随便玩音乐。 应该保持着像自己一样对音乐的认真态度。 。 在改编上不应该走鬼马峰,并且直接来了一句,我忍你很久了。汪峰的眼神之中似乎有那么一点对华晨与的杀气。 。 而这边的华晨与也是尴尬的继续大笑,对于此世界不知道网友们有什么看法。 。 但小编却是感觉音乐人之间的实力碰撞与摩擦是难免的,而专业上的碰撞与个性音乐风之间的较真才是节目的最好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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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